这一方面在我们家里里面有时候你也有很多的白色盘子啊 创意 对创意你就可以把它画画 或是有一些空瓶很多你把它彩绘之后还可以插一点花呀什么的 就是无所不在 你可以在一个手机壳的上面你也可以去创作 你在你的皮包上面也可以创作 就是说世界上有很多的文艺作品都是很美的 然后这很美有时候都是在无意中在每一个人的心思里面画出来就变成一个美丽的作品 是是是 好讲到这呢我们为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所进行的是 应该不是粉红宝说故事应该是妇女杂志单元节目采访的特别来宾 回忆一下我们以前也讲过粉红宝说故事 对对对 也是一个快乐时光 对对就很感恩 就那个回顾起来应该是2007-2008那个时候 0708 对你看是 你留起来了没有 我有留一些 我都有留下来了 太好了 对就是红红宝聊故事还有红红宝转述佛法经典 那个时候很有荣幸的就转述了沈家贞居士的金刚经 整本 对整本 还有秘勒日八大师传 他有胡报的那个时候 真的不可思议 不可 现在也很好啊 对现在也很棒 现在现在就是说我觉得很感恩我们大家都还活着 然后怎样在我们 你好像你每次讲你好都死我了 对我好喜欢讲这一句话 因为每一个当下都是最美好的 我也很感恩今天 习大美人邀请我来 来共同跟大家一起享受这个文创的 然后呢也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任何团体或是社团社区需要推广 缠统化啊彩组啊手维艺术的可以E-mail给我 PinkPow PinkPow就是混红宝 Pink P-I-N-K Pow就P-A-O P-A-O PinkPow P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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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就是小老鼠 Pow就是我 P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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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也可以打 写简信到我的手机 9144332178 91443321788 请用手写的传简信给我 因为现在那种SKAM 很奇怪的电话很多 所以请用手写的告诉我 你写电话我们也不愿意接 对对 没错 诈骗集团 你收到过没 我刚回美国了 我去流浪了一阵子 去流浪找灵感 刚回美国的时候 有一通打来说什么 大使馆的你有一个文件 什么吓死我了 然后还好 因为中国大使馆我有去过 然后他住址也告诉我 那我说请你告诉我是哪个部门 我自己去听到这句话把我挂了 后来我讲给我朋友听他们说 你怎么那么笨啊 全世界人都知道 你还不知道 因为他就利用人的惊吓嘛 有的时候会收到说 你的缺点不好 然后就非常危险 哒哒哒哒讲一点 还有各式各样的 各式各样的诈骗很恐怖 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些爱心工作 大使馆几乎每个人都收到 真的 现在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些爱心的工作 可是有时候真的 会被人家以为我们是诈骗集团了 还有那个在路边如果有的那个行李箱 说请你帮忙一下 你不要一不小心 一帮忙一下 他一下打开说 所有的世界有名的 乾隆湯西的都破掉